不過講到中國的因素 現在美中晶片大戰 因為華為突破了禁令找到活路 所以是煙消再起 因此是這個很多的這個世界大廠 為了要降低在中國投資的風險 現在是紛紛撤出 也讓這個中國的晶片 被逼到了只能到黑市裡面去找 甚至AI的這個頂尖的這個晶片 全球無敵 但是中國也找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就在臺灣嘛 敏寬 沒有錯 所以中國現在為了AI晶片 你要報效國家 你就要走私晶片 而且走私還給大錢 到底會不會有人去呢 我們現在談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最近就談了一件事情 現在其實走晶片流程等等的 那個大家都會了 現在最關鍵的關鍵叫做曝光機 那中國現在他們也說 我們自己在發展曝光機 那中國的曝光機講實在話 跟過去已經有長足的一個進步了 據傳他們的曝光機 可以來到二十八奈米 可是二十八奈米現在還不夠 為什麼呢 因為就在今天的重磅消息 臺積電已經確定了 臺積電要在高雄蓋兩奈米的 等一下會把來龍去脈 先跟各位說 所以簡單的說 誰擁有EUV的極子外光機 請各位注意 一定要極子外光機 EUV才行 誰擁有的EUV 誰就擁有的先進製程 但又起這個EUV 也不是說想有就有 當然 第一個他非常的貴 一臺要臺幣一百億 而且現在的訂單據傳都要前三年才訂 而且你要美國準 荷蘭準才能夠買得到 但最近有一家公司叫美光 美光其實對臺灣很重要 為什麼呢 美光過去他們就把整個 整個製造的中心都放在臺灣 所以美光目前最先進的草 在我們臺灣的龍潭 在我們臺灣的一個臺中 在後裏這一塊 那目前美光他就說了 哎呀我們有百分之二十五的營收 在中國啊 而且這二十五的營收當中 有一半是面臨著一個風險的 那回頭一看不對啊 為什麼呢 全球的記憶體 現在排名第一的叫做韓國三星 排名第二的叫做韓國海力士 美光大概排第三 但我們以臺灣來說 我們臺灣都是以美光為馬首是瞻 臺灣呢目前在做十奈米的一個低潤當中 除了美光之外 不管是華邦電還是南亞科 通通是用美光的一個規格 但美光就說了 我們美國需要這麼多的記憶體 但是我們只有生產百分之二的一個總量 所以這次下重本 而且這重本不得了 一百五十億美金 在整個愛達河州要生產最新的一個晶片 但據傳美國會給他補助 據傳美國會給他補助 好 全世界大家現在都要做晶片了 日本要做 美國要做 然後在整個德國也要做 臺灣當然要做對不對 這時候呢 中國他們放出了這個大決 讓大家通通昏倒了 為什麼 發生什麼事呢 他就說什麼呢 他就說第一個 招聘背包走私晶片人員 所以呢這個 這是一個辛苦的工作 他招聘走私人員 給錢給錢 五天五天給臺幣給六十六萬 他說什麼呢 他說雖然走私是違法的 但是呢也是為祖國做出了貢獻 所以要怎麼樣呢 第一個你要先拿到整個中國 第一個你不能有犯罪紀錄 然後要先到泰國去 到了泰國之後呢 從美國非法轉運來的晶片 要走三路 走三路喔 所以一趟路要帶十斤左右的晶片 中間需要走一段三路 因為是走私嘛 所以不能夠走正規的一個途徑 然後一次給多少呢 一次給十五萬人民幣 然後呢分錢金後瀉 你到了泰國先拿八萬 ok然後晶片拿給你 然後晶片拿給你之後呢 你就走回來 走回來呢 晶片交給了老闆之後 再給你七萬 再付尾款 對 所以到泰國會先付八萬 然後他跟你保證 他說你放心 我們絕對是光明正大做生意 絕對沒有毒品 唯禁品這些的 只有走私晶片 下面有淡書 走私又不對了 走私就不對了 他跟你寫淡書 還公然招募 但重點是在於美國政府這次真的是發狠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明天要選舉 回答最近有點哇哇叫 為什麼呢 最近包括回答 包括臺灣的AI股都跌很兇 美國目前包括了國會 包括了國務院都已經說了 閹割版的A八百 跟H八百也不能出 也不能出 這下次可麻煩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會前後受敵 為什麼呢 你不能出你的營收就減少了 那中國這些廠商 我不能出 我要找所謂的替代缺口 那替代缺口 如果我走私能夠補足 也就補足了 但現在大家最擔心的是 路透社就說 會有七十億美金的一個市場 現在會被華為搶走 這個是路透社的一個說法 所以到底華為有沒有那個能力呢 這個不曉得 但最近臺灣出了一個陽相 還挺麻煩的 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是中研院 臺灣目前有個AI層次 那這個AI層次呢 他們就想說 經費不太夠 對 所以繼續買 買中國大陸的公版 買回來之後呢 他們就把整個所謂的簡體化成繁體 然後語言的部分的話 就把它稍微改一下 又起出事了 出什麼事呢 中研院居然用了中國的一個AI系統 對不對 問他國慶日 他回答十月一號 你說婚不婚 婚到 問什麼事 全部都是中國大陸的用語 後面發現真的是出糧巷 你知道嗎 後面緊急下架 後面就緊急下架 然後這時候臺灣人搞不懂的是 我們臺灣AI世界第一 我們的中研院 怎麼會因為錢不夠 去用了所謂的中國便宜版的AI系統呢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確定了 第一個台積電 目前吳思安已經帶八百個人 據傳已經練兵練了一年 廠長 對 已經練兵練了一年 現在要在高雄開FAB22 FAB22 就是整個晶圓廠的第二十二廠就對了 那現在第一個龍潭確定放棄二奈米 然後現在來看的話 二奈米跟一點四奈米 大概是在所謂的一個中南部 但是對很多的觀眾 他們可能會說這個 這個定義是什麼樣的一個定義呢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 你一定聽得懂 前兩年在流行新冠肺炎 對不對 新冠肺炎 那個所謂的新冠病毒 又請知道他多大嗎 五十奈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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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各位 我們現在走的呢 台積電現在營收最高的 叫五奈米對不對 五奈米的進度比病毒 還要小百分之九十 只有他的十分之一 各位就知道那個小到多小 要用電子顯微鏡才看得到 要用電子顯微鏡才看得到 但我們臺灣厲害的地方 不是在於說只有台積電 是一些其他人都能跟著他走 我們舉個例 現在的晶圓廠 都要有所謂的無城市 那個無城市乾淨到什麼地步呢 那個乾淨到就是 像我們正常的環境 都有灰塵 所以他無城市有分等級 有分等級 那各位 這麼小的一個晶圓廠的話 先進晶圓 他是連灰塵都要控管 空氣要控管 濕度都要控管 但全世界有辦法排進前幾名 來做無城市的 總共聚傳這些公司不到十家 臺灣有四家 臺灣就有四家 包括了亞翔 漢唐 凡宣 陽基等等 所以這四間公司陪著整個臺積電一起走 不是只有臺積電獨走 兄弟也要一起走 所以我們擁有全球最高的一個規格 其實臺廠這是功不可沒的 現在又有一個新問題 什麼問題 現在的AI 第一個功率越來越高 晶片越來越 整個所謂的密集 燙燙燙 熱呼呼 那熱呼呼怎麼辦呢 過去用氣冷 我把空氣抽出來 把空氣抽出去這樣子 現在氣冷不夠 氣冷不夠怎麼辦呢 氣冷不夠 要換易冷 為什麼呢 用水去帶到所謂的熱量 是比空氣的速度要多六倍 所以我們臺灣另外一家 這個叫做A-max 最近出現在國內的商業雜誌當中 他就說艾斯摩爾 來下那個標 全世界沒有人達得到 沒有人達到 為什麼呢 要高效能 要能夠散熱 不能有聲音 為什麼呢 你想工程師在上班 旁邊在那邊哄哄哄哄 工程師都瘋了嘛 對不對 他們說他們連那個輪子 每一個都重新設計 他們那個推那個輪子的時候 都沒有聲音 都沒有聲音 完全都沒有聲音 所以他們就這樣子 符合了艾斯摩爾的四大要求 推出了全藝能的一個解決方案 全世界只有臺灣做得到 就只有臺灣 因為他開出來的規格 真的是太高了 但我們不得不談 臺積電在前面走 臺灣的廠商一間一間的 在後面跟這個也是我們臺灣 能夠存續下去最大的價值